过完年之后又有一波小幅度的食物价格要调涨了 民众大喊去不晓 早餐一颗荷包蛋是国人的习惯 不过简单三明治 价格已经悄悄的从食物元涨到18块 五价涨不是只有消费者有感 连杂货店老板娘也说鬼的离谱 十年前差不多十几块到二十出头 现在一斤38块啊 等于差了一倍啊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 这十年来物价的确涨不少 食物类最为明显 像是蛋类涨了六成六 雨虾这种水产也是涨了六成 生鲜家禽涨五成八 偏偏薪税涨幅最没feel 93年平均薪资35176元 到了101年才多不到1800元 只涨5.1% 不够花 当年不够花啦 因为薪水没有涨啊 东西都是一直在涨啊 一条六块 一条六块 来两块 为了流出消费者 打卖场祭出隔喉站 但价贵就推出青菜同板价 我们现在都尽量吃白菜啊 对啊 然后蛋就会少买很多 在薪水不涨却什么都涨的限时压力下 为了填饱肚子 民众只能够选择性消费 记者严廷 郑文荣台北参访报道